佛教是一种催人积极向上 追求完美的思想 以及人格品德的精神动力 选择善知识 听经文教 渐渐的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 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地方 在于佛教没有一昧的教人信仰 佛教的信仰是要我们建立在理智之上 所以佛教很注重慧解 当我们皈依三宝以后 要经常向法师们问道求义 要多亲近闪知识 听经文教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可能就会落入一种自我的想法 它有见识性的引导 那当然每个体制上 每个山门的引导方式不尽相同 那像牢上的引导方式 它很实际的 它要我们在身心 保持一个正确的位置之后 我们要进入思考 进入思考里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要顶 就是止于一念 这个很多的来学习的话 就是大家来认识 因为生活中我们不容易抓住那一刹那 很不容易 因为意念是刹那在变化的 止于一念 是不让念头照着原来的习性发展下去 要止于一念 先要不要让自己的想法一下子乱了 在这种妄想杂念中 抓住一个念头 然后去调理它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十方新闻规问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到这种结果 门法内